澳門是一個繁榮的城市 一個走到邊塞到邊的城市 也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城市 因為被葡國統治過的緣故 有很多不同的建築美食都有葡國特色 而在這些繁榮的背後 隱藏著各種各樣不同的美食 這就是澳門的大街小巷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美食 有中國式的美食 葡國式的美食 甚至東南亞的美食 義信仙奶就在新馬路的大街上面 你一定會看到 而在各式各樣不同的旅遊攻略裡面 你一定會看到它的蹤影 吸引很多不同的遊客去朝聖 義信仙奶買的就是雙皮奶 雙皮奶是廣東的特產 用普通牛奶來做原料 這裡買的雙皮奶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口味 質感細嫩又滑 口味甜香清淡 真是令人吃過一尺味 去過澳門著名地標三盞燈的你們 一定會知道走到那裡會聞到濃濃的豬腳薑味 吸引人家去買一碗你嘗試 而有些不想去太多人的新馬路的遊客 都會來這裡品嘗澳門人平時會吃到的美食 豬腳薑是廣東的一種食品 材料包括薑、甜醋、蛋、豬腳 因為薑可以驅寒去濕、行氣活血 所以豬腳薑特別適合在韓蘭的冬春季節來食用 這間馮記豬腳薑是一間有很多年歷史的老店 這間老店被製的薑草炮製而成的豬肚 煮腸主意絕對和其他不同 令人回味無窮 而它特製的薑塊就是它的招牌尾味 這裏也有賣一些東南亞或者印度的糕點 在三盞燈那裏其實有很多店都有得買 味道和平時我們吃的不一樣 雞蛋仔是很多澳門人的童年 雖然它是香港的傳統街頭美食 但是在澳門也有很多人欣賞它 所以我們可以在澳門隨街見到賣雞蛋仔的店 製作雞蛋仔的時候 以雞蛋、砂糖、牛油、麵粉、淡奶造成汁液 然後倒入蜂巢型的鐵毛靠屬 製成後的雞蛋仔呈金黃色 有蛋糕的香味 加上中間是半空的 咬下去的口感特別彈牙 雖然現在的商家為了吸引不同的顏色 製作了很多不同款式的雞蛋仔 或者加些冰淇淋下去 完成不一樣的美食 但是我認為完美的雞蛋仔也是最好吃的 它有澳門人的童年的味道 除了雞蛋仔之外 現在澳門很多麵包店 為了吸引澳門人去他們的店買東西 會加煎餃、蒲塔、豬扒包入他們的元素裏 有很多人對澳門有一種固有的形象 就是覺得澳門什麼都是中西合璧 只有中式和西式的食物 或者覺得澳門就是一個狂塞車的地方 道路很窄的地方 但是其實澳門的大街小巷裏面 隱藏著很多各種各樣不一樣的美食 有些甚至連我們澳門人自己也想不到 在這個繁華的城市裏面 不是只有博彩葉是蓬勃的 其實有很多美的地方 只是未被人發覺出來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澳門時間 但2017年11月1日凌晨宣布 中國澳門正式被評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創意城市網絡美食範疇的新城市 是繼成都及信的成功加入網絡以來 澳門是第三個被評定為創意城市 美食之都的中國城市 繼澳門歷史城區於2005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澳門這次成功被評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創意城市美食之都 為澳門再添一張亮麗的國際名牌 再一次提升澳門的知名度 建設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本社的 Woolf 謎